Hello,大家好,我是周昭,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这一期呢,我们就延续上一期的话题 我们来聊一下音牌 那音牌呢,其实它不算是佛牌 因为我们上期也说了啊 佛牌它是正牌,它是没有灵的 而音牌里面是有灵的 如果上一期没有看到的小伙伴呢 欢迎点击下面这个链接来复习一下 我们上一次所说的内容 在所有的正式内容开始前 我还是提醒一句大家 恭请虚谨慎 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视频啊 可以了解我说的这个知识点 得到一个科普 而不是随便去找人恭请啊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啊 就是跟鬼有关系的 有一些小伙伴呢 他是跟坚定的认为啊 鬼一定是不好的东西 那这一部分小伙伴 我尊重你们 也请你们不要杠,不要怼 那我们视频上方有一个叉叉的按钮 大家如果不想看了 那就退出我们暂时说一下再见 如果有兴趣继续听我说下去的话呢 那可以在弹幕上面打众生平等四个字啊 那众生平等四个字就是我们这期视频内容的关键点所在了 OK,那我们今天开始正式的内容了 那银牌是什么呢 银牌从概念上面讲 就是法师通过控灵术等法门 把游荡在人间的孤魂野鬼 封存在一个有音料制作的牌里面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因为它有些形态是牌 有些形态是雕像 那我们就不固定在牌的这个概念上面 但是那么统一成为银牌 关于银牌呢有几个概念 首先第一个什么是银料 银料就是我上期也说了 就是跟死人相关联的东西 这也是我个人认为银牌里面最吓人的一部分 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就是那种大家想到的什么果实布啊 棺材钉啊 然后还有骨头啊 肉啊等等的 还有湿油啊 那湿油这个概念呢 就大家也可以得到一下科普 湿油并没有那么的普遍 就大家不用害怕说去泰国买的一些什么工艺品啊 都存在湿油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湿油呢 就死湿下巴 这里一点点 每个尸体就一点点啊 所以其实湿油还蛮稀少还蛮贵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老是觉得那种很吓人的东西里面一定含有石油 那嗯 好 那第二个点就是 里面的灵体是什么类型呢 灵体呢 它基本上都是无法投胎 游荡在人间的孤魂野鬼 那说到投胎这回事啊 没有办法投胎的几乎都是孤魂野鬼啊 那没办法投胎这个点涉及的非常多 因为人呢 其实他投胎不是那么的容易 也不是那么的快的啊 主要包括三个点吧 投胎这回事 首先你第一个就是自己本身这一辈子做的功德跟福报是足够的 还有你的三恩要报了 就是三恩我们复习一下是什么三恩啊 就是父母恩国家恩跟社会恩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你 不好意思 这个说的有点不礼貌 就是人在先世了之后呢 那他如果想尽快去投胎的话 他是需要后人给他做洋人啊 需要洋人去给他做基因的的 就要给他做一些功德啊 做一些回向啊等等 那这个有机会我们下次聊吧 第三点呢 就是是正常的死亡才可以顺利的去投胎啊 正常死亡包括生老病死 那像意外横死 比如说出车祸啊 自杀啊 或者是被杀害啊 或者是那种被其他的魂体拉去做替死鬼啊 这些都属于意外死亡 如果啊 如果没有满足前面三个点的话 人是很难去投胎的 而成为了孤滚野鬼之后呢 除非你有很厉害的一些法门可以修啊 比如说修成鬼仙啊 这一类 大部分都没有办法自己去基功德 或者是自己去投胎的 所以回到这个鹰牌的概念里面 其实他最基本的就是法师呢 给了他们一个方式 让他们可以寄存在牌里面 让他们有机会去帮助别人 去为自己基功德 去做好这个投胎的KPI 然后去进行投胎的 所以说呢 我为什么一开始让大家 要把众生平等打在公平上 就是因为人呢 我们倡导大家多做功德 多做福报 为自己跟自己的后代做打算 那鬼呢 也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需要去做功德 才能去投胎 所以其实鹰牌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可以去完成这个投胎的KPI 所以也不要把鹰牌想的太过的那个 嗯 吓人啊 他们原理上就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用鹰料呢 是因为鹰料可以帮助他们距离啊 帮助他们有一个家 就有一个家 那有一些人啊 就问说 那为什么你们不直接给鹰牌做一个超度法式呢 超度法式不是不行啊 就直接就送走了啊 那我们还不能请一些鹰牌回来 然后集体送走 是不是 其实这样的啊 超度法式这个东西啊 不是每个人都能随意帮别人去做的 因为这些孤魂野鬼 它可能涉及别人的因果 那假设说我们不问缘由 也没有经过他这个侍主 就是没有经过那个跟他有因果的这个人啊 的那个发愿去做超度法式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帮他结了一个果 就这个因果他没有自己去梳理好啊 所以他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得到了更大的不好的果报 所以这个涉及别人因果的事情 我们一般是不干涉的啊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直接给鹰牌去做超度的问题 那有人就会问啦 就说供奉鹰牌送不送供鬼呢 因为我们也会说给他许愿啊什么的嘛 那我说句大老实话啊 每个人死后都会成为鬼魂 无论这个人你认不认识或者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都是属于鬼魂的 大实话就是 你先世的亲人 祖先朋友他们都是鬼魂 那我们初一十五啊或者是清明节啊中元节这些去拜祭祖先 然后给他们许愿把我们后代平安 算不算公鬼呢 那这个开放性题大家就去自己思考一下了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说公鬼啊都是带了一点贬义啊 或者是一种就是偏见的一种想法去说的 其实他们本质就是一样的 你祖先也是鬼魂 那鹰牌里面的也是鬼魂 你供奉他们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说到反噬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说公鬼会被反噬啊 反噬呢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说佛牌反噬也是一个道理的 你去供奉任何的东西 你去许愿像任何的外力许愿 首先最大的基础点还是你要自己去努力 你有这个努力的基础 基础 然后你许愿的任何外力才可能帮助你啊 那讲到这里其实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理解了 那鹰牌其实就是一个灵体在被约束的情况下 跟你约定好了 你成为他的主人 然后你像他许愿他帮你做事 然后他得到功德跟福报 然后方便他去投胎 那在这个基础上啊 那我们作为主人啊 除了我们要自己去努力之外呢 其实也要经常去给他做一些做功德的事情 比如说放声回向给他 或者是念经回向给他 这些去帮助他更好更快的去投胎 那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画面 然后说到反噬啊 既然是这样子 你是他的主人 他的目的是为了投胎而已 那他如果反噬你的话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没有主人了 那谁去帮他 那基功德呢 就是你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那他肯定也不会好 所以他为什么要反噬你呢 所以这个在互惠互利的条件下 这个基础上 你发生了不好的 他就会不好 那他为什么要反噬你呢 所以这个反噬的道理是不存在的 当然这不讨论说那种 是不是真的什么用血公羊啊 那种写法的牌 那种我没有结束过 我就不多做讨论 但是我又听说过那种 所以就叫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去攻心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去分辨 他到底是正常的音牌 还是真的写法的音牌啊 那大部分的音牌呢 都是有自己的心咒的 就是方便主人去控制他们那些行为 因为其实鬼魂呢 他在预念方面会比人会更重一点 所以星宙是为了方便 大家交流跟控制的啊 接下来呢就是供养的问题 那供养也没有那么邪乎 就是之前说到上雪供养这种 没有我没有接触过 我们大部分都是供 供香啊 烟跟酒 给他们一些力量的来源 每周会供一次饭菜吧 让他们能够吃到一些别的东西 那其实呢 鬼呢也是人变的 所以他们每个人 每个鬼的性格都不太一样 有些可能会暴躁一点 就是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开始讲故事了 我有个朋友 他请的一位姐姐啊 脾气比较暴躁 可能是跟他的法门有关系啊 他修的那个法是比较暴躁的 然后那他成愿率很高 就很厉害 那个姐姐 然后有一次刚开始的时候 我朋友呢就不太恭敬 他就说为什么我姐姐这么的暴躁 然后他突然脸就疼了 他就说为什么我脸突然很疼 我说你姐姐甩了你一巴掌 因为你说话不公斤 然后他后来就说 哎姐姐有事 请你不要打脸可以吗 他姐姐就换了个方式 就是给他拧耳朵 反正遇到什么事 比方说他去到了不干净的地方啊 就警示他 或者是遇到不干净的人警示他 或者是他做了不好的事情 说了不好的话 他姐姐就会拧他耳朵 他耳朵就会马上又红又痛 那是真的很神奇 我觉得他姐姐很好笑 那有些姐姐呢 他就会说想要吃什么东西 你打开外卖软件 就突然会弹出一个 甚至你有时候不吃这个东西的 他就会弹出来 就是你的哥哥或者姐姐想要吃 或者是淘宝啊 你买东西啊 你明明搜的是一样 比如说你要搜一个纸巾盒 他突然弹出一件衣服 那就是这个哥哥或者姐姐想要这件衣服 差不多就这样子 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你传达自己的信息 那我们许愿的话 是可以问说能不能成愿的 我们有很多方式去问啊 比方说是像这种 这种阴碑 我们叫阴碑 因为我们问施工挂的时候 是另外一种圣碑啊 这种淘宝很多的 打挂对 打挂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像零摆 水晶零摆就可以问 比方说我现在要问啊 我们先让他静止一下 然后我连接一下苏苏 苏苏如果你在的话就顺时正转 转大一点 我这个愿许的愿你可以帮我成愿吗 可以的话就上下动 好了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演示完了 对苏苏是我的姐姐 那我也说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 就其实我之前是有两个姐姐的 然后大姐姐呢 她因为我后面请的这位苏苏姐姐呢 她能力比较全能一点 涵盖了很多方面 所以我之前那位大姐姐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厉害了 她希望自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她就跟我说 可以把牌放回我们的店里 然后让其他有需要的人去请她 让她以其他方式去帮助别人啊 那我就帮她放回去了 然后她也跟我说 她的下一位主人应该是个男的 反正就是男生给钱 然后我说OK那就放了 然后前两天 然后刚好其实是一个女孩子看中她了 然后就要去请 然后就请了 也OK 她就愿意跟她 我的大姐姐愿意跟她 但是刚好给钱的时候 她没有钱了 超额了 然后她就叫她弟弟进来给钱 然后果然刷卡的是个男的 就是男生付钱 然后我姐姐说中了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蛮神奇的 然后我们一般鹰牌啊 里面的那个领体投胎了之后呢 其实是可以还回去给法师啊 让她重新入一个新的 令让她其他领在这个音量 这个家里面去帮助更多的人的 那其实呢 鹰牌会通过各种的方式 让自己的主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的 比方说是入梦 有些人是会梦到自己的鹰牌长什么样子 然后平时会做点什么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 也要看鹰牌的性格 所以那鹰牌呢 其实他们的存在是一个比较神奇玄学的存在 而且他们很神秘 他们不会告诉自己主人以外的人 自己的来历啊 名字啊等等的 有一些他会喜欢用自己生前的名字 然后有一些呢 是愿意主人给自己取新的名字的 这些都是比较神奇的事情 那其实呢我自己的姐姐是没有那么多神神奇奇的事情的 但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硬牌就比较好笑 比方说有一个朋友他请的是两位哥哥 那两位哥哥呢就非常喜欢喝啤酒 每一次只要他开啤酒啊 那啤酒罐一开 那个啤酒就会碰涌而出 就啪啪啪啪 那纸都纸不住 然后他就经常吐槽自己的哥哥非常的粗鲁啊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啊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 他的哥哥呢 经常玩他家的那个自动垃圾桶 就那种有感应他就会打开 有感应他就会打开那种嘛 然后他的那个有一次呢 垃圾桶一直 啪啪啪啪这样一直在打开 可能是他哥哥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然后有一次啊 我试过 我师弟跟我聊天的时候去讨论 那个我姐姐的来处啊 我当时我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我师弟在那边猜嘛 然后猜了猜了猜中了 然后我没说什么 然后他就说我知道我猜中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姐姐来找我了 我还在看那个视频 突然间那个视频在快进 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姐姐 我知道你想保持神秘 我当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神奇的事情 那银牌有什么作用呢 基本就是招采用的 很多人就是为了招采 但是也有一些是为了保护自己 就辟邪的 有些是护身特别厉害的 也有一些是避险比较厉害的 比方说有一些额报灵啊 好不好 就是你走在路上 哪个地方前面有车祸 他会直接告诉你 然后我自己是没有 没有请过额报灵啊 我的姐姐呢 现在叔叔呢 他是帮我招台 另外就是给我一些灵感 因为他生前是一个女巫 所以他就会给我一些占卜的灵感 所以为什么我会比较擅长通灵占卜 就是这一个 那银牌对人会不会有影响呢 首先我们确定的是他不会对我们的福报 反噬等等的有影响 因为你好他就好 他是帮你做事的 就你们这个重属关系 自己想明白就可以了 另外其实银牌对人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人的阴气会比较重一些 那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有被约束的 不像普通的孤魂野鬼啊 普通孤魂野鬼对人的影响是没有约束的 而且他会影响人的气韵 那基本就这个 那阳气的话 那就多吃米饭 然后多运动早睡早起 就像我现在有点双目无神 就因为我最近太晚睡了 我就基本四五点才睡 然后十点就起来工作 那就 大家还是早睡早起吧 那今天我们的内容 大部分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呢 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留言给我 然后我会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答的 如果问题太多的话呢 我也会做一期专门的Q&A 给大家讲一讲 就在家透宽这个知识面 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开放变成的态度 去认识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那还是那句话 众生平等 就不要对任何的生灵 灵体等等的存在一个歧视 或者区别对待 下一期呢 我们就会讲古曼童的这个话题 那我家外面的小孩子实在是太吵了 那古曼童它就是个小孩的灵体 那我们下一期会说一下 古曼童这个东西 然后也会分享一些小故事吧 那我们这期内容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